我們前面已經學過了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質量 質量的單位是什麼? 質量的單位是功課 質量只要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它就會得到什麼? 它就會得到 墨數對不對? 而我們剛剛也講過了 那呢 只要一墨它就是6乘以10的23四方對不對? 那兩墨就是1.2乘以10的24 所以簡單的說 我如果把我的個數 什麼個數呢? 分子的個數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把它拿來除以 雅佛加絕數 也就是6乘以10的23四方 我也可以回推得到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墨基本上就是質量跟個數之間的橋樑 對吧? OK嗎? 墨就是質量跟個數之間的橋樑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今天我有 燨 的什麼呢? 冷帽的碳 大碳的原質量是12 我們可以知道 涼帽的碳就是什麼? 就是 24公克 的碳 對不對? 而且它同時也是什麼呢? 那同时也是1.2乘以10的24次方 5个碳 所以在这里我没有可以求到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反过来 那如果今天我只想要知道说 那如果我有36 我们不要30秒 30秒的数字是在这边 不是那么大 来 如果呢 我有120公克的每 那实际上我这里呢 会有多少个每人值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 如果我想要从公克 找到个数 我就一定要找磨 对不对 一定要经过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记住 化学计算 一定要先求谁呢 一定要先求谁 一定要先求 磨 OK吗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先求磨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 来 120公克的每 就是几个每 就是几磨的每 所以 每的原子量是 24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120公克的每 实际上它就是 五磨 五磨的每 所以五磨的每 就是几个 就是 30乘 10到24 OK吗 所以记住 化学计算 先求磨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呢 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我要求 4.2 乘理 10的 23次方克 氤氧化纳 能量过回去 我有这么多个氤氧化纳 那实际上它是相当于几公克的氤氧化纳 所以 一样要求谁 一样要求磨 对不对 所以 4.6 10的23次方克氤氧化纳 所以它就是 0.7 末的氤氧化纳 对不对 所以 0.7末的氤氧化纳 是多少的氤氧化纳 来氤氧化纳 分子量 40 所以 末素乘 分子量 就是 脂量 所以就是 20 8公克 OK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所以呢 我们呢 接着 就可以 藉由这个方法 求到 科学家 长期以来 一直想问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 我们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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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原子 它会等 多少 公克 所以 个数要换目 只是这里是1 对不对 所以一个碳原子 是几磨 所以 一样 一个碳就是几磨 的碳 各处属于分子量 这个东西 除起来超级小 所以一个 就等于 6 乘以 10的 23次方 分之1 磨 对不对 你看一磨那么多个 所以一个应该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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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磨 对吧 所以它就这么多磨 对吧 可是呢 碳原子的原子量是多少 12 所以它有几公克呢 磨 数乘 分子量 12 所以呢 它一乘就是多少 咧 是多少 就是2 乘以 10的 負 23公克 知道怎么来的吗 来怎么样 好 6 乘 10的 23 这里12 所以消消这里剩下 对不对 所以叫做2乘10 叫什么 2乘 10的 23次方 分之1 所以就是2乘10的 負 23 所以我就知道 哦 原来一个碳原子就是2乘10的 負 23次方 公克 所以很大还是很小 很小 很小 所以随便挖了彼此都可能超过一幕 OK吗 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真正一个原子 或是一个分子的质量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方法把它给抄出来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所以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 看好了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前面刚刚教各位先别急着写的题目 所以 我们来写一下一个分子时的质量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分子的时候 它就有几磨 因为 一个分子 就会等于 6乘10的 23次方分之1 磨 对不对 所以这里就会有几公克 这里 就会有 6乘10的 23次方分之 4氧化碳分子量多少 2个氧就有 28 4个氧就有 64 所以这里就是 28加64 所以 28加64 就是2 对 数学老师时常请教 对吧 好 所以呢 像这里 一个分子的二氧化碳 就有几磨的二氧化碳 一个分子的二氧化碳 就是6乘10的23次方分之1 磨的二氧化碳 对不对 所以它就有几公克呢 就有6乘10的23次方分之44公克 对吧 OK OK 可以接受吗 好 好 所以像这个呢 就是属于比较难一点的东西 好 所以接着 硫酸就是什么呢 6乘10的23次方分之98 有没有问题 先不约分 因为可以约分的东西 其实认不多 可以约分的东西 其实认不多 其实认不多 所以呢 在这里 看传概念就是什么 6乘10的21分之1 我这里约分 哦 你可以写6乘10的23次方分之1 你可以写6乘10的23次方分之1 对不对 可是约一约就会变成 6乘10的21次方分之1 再来的谁呢 3乘10的5分3 为什么 因为它是6乘10的23次方分之18 对不对 OK吗 好 所以 在这里呢 有两个很常考的 第一个就是 碳 一个碳 是多少功课 好 一个碳 一个碳 碳 原子有几公克 还有什么呢 一个 葡萄糖分子 C6 H12 O6 它会等于 多少公克 因为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它算出来的数字 都算是漂亮的数字 所以 有时候蛮爱考的 OK吗 它算出来的数字都蛮漂亮的 所以呢 有时候蛮爱考的 所以呢 所以呢,看我們剛剛算過了,對不對? 看是什麼? 2乘10的負二檔 會嗎? 2乘10的負二檔 3乘10的負二檔 那呢,葡萄檔呢? 來,葡萄檔 3乘10 葡萄檔分成200 3乘10的負二檔 對 負二檔 所以呢,記住囉 6乘10的負三次方分之 是180 所以小小這裡是叫30 10再給他扣掉一個 所以他是3乘10的負二十二 有沒有問題? 3乘10的負二十二 所以這兩個 要花點力氣 稍微記一下 要比記一下 OK嗎? 好 好 所以呢,當然呢 我們知道一個分子時的值量 反過來講 我們呢 也可以回推 40公克時的分子數 所以 來,40公克的氫氣會有幾個? 所以 40公克的氫氣 氫氣的分子量是2 對不對? 所以40公克 所以40公克除以2 所以他就有20末 對不對? 所以20末就是幾個? 所以20末 1.2乘10的25次方分 很好 所以這裡就是 1.2乘10的25次方分 OK嗎? 好 好 好 所以 好 來 那像氫 40公克有幾末? 所以一样,40公克,质量除以分质量,除以16,所以等多少呢,等于5分之5,所以有几个呢,5分之5乘以6乘以10的23次吧,所以扣扣,这里剩下3,所以它会等于1.5乘以10的24,所以这里就是1.5乘以10的24, OK吗? 好嘞 所以这个剩下多少? 7.4乘以10的23 那这个按算盖100刚好是5分之2,所以就是2.4乘以10的23 所以这一个,7乘以10的拉分质量刚好40,太棒了 6乘以10 6乘以10 所以这里都OK 好,所以这里没问题 OK 所以到这里整个墨,有没有发现,它真正难的地方,你有没有感觉一下,在哪里? 所以你不觉得大难,对不对?不觉得 可是告诉你,真的很多同学,他们真的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会把个数跟质量混淆 然后混淆之后,要你求墨,它就偏偏要求质量,要你求个数,它偏偏要求墨 OK吗? OK吗?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 发学是看不懂 发学是看不懂,就GG了 OK吗? 是,不会是说 欸,然后还有个别人知道不会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喔 基本上到这边,会有很多人 就会... 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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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 那这里呢 我们要回到一只蟑螂,几只触角 几只角 几只角 的问题了 不过呢,我们不要用蟑螂 用的 用的 不要啦,直接用水就好了 那我们说,一个水有几个氢原子,几个氧原子 两个氧 两个氢 一个氧,对不对? 看化学识就看得出来 两个氢,一个氧,对吧? 所以如果今天有两个水分子,它就要有 几个氢,几个氧 是不是? 四个氢跟 两个氧,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100个水就要有 200个氢跟100个氧,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里,如果有 6乘以10的23次方的水分子 就要有两倍的数量的氢原子,对吧? 所以就要有1.2乘以10的24次方的氢原子 跟6乘以10的23次方的氧原子 所以它煮起来相当于几磨的水分子 三磨 欸,不对 它问的是水,水嘛 一开始 几磨 水是这么多克 所以它相当于几磨的水 几磨的水 所以它应该要重几公克 水的分子量多少? 18 所以当我问到质量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分子量 所以18公克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发现 像这种题目 如果交叉问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外分调 OK吗? 好,所以接着来看一下 那呢 像这一个 三磨的水胶 有几磨的? 清几磨的氧? 六 六倍吗? 对不对 六磨的清干 三磨的氧 对不对 所以组成之后呢 接着再往下看 那五磨的水分子 会有 水分子 多少个? 五磨就是几个? 五磨 啊? 三乘以十的 三乘以十的 二十四次方个 所以水的分子量多少? 水的分子量 18 18 就是18 没有多了 OK吗? 所以分子量不会因为 你的水比较多 然后分子量就变了 分子量就是18 不会变 可是呢 你的质量 看到了没? 功课 功课 你的质量 会跟着你的末数 变大 所以分子量18指的是 一末就是18功课 对吧? 所以 五末就是几功课? 九十 九十功课 对不对? 所以其中 氢原子占了几末? 五末的水 所以氢原子就有十末 而且重几功课? 氢原子 十 对 因为它只问氢 氢原子量就是 一 所以它只问氢 所以氢原子的氢 就有十 十功课 那氢会有几末? 五 氢会有五末 对不对? 所以氢原子的原子量多少? 十六 所以 五末的氢就是? 八 八十功课 所以来 在这里 你们也会发现到 下一个东西 来 什么东西呢? 在这边 我的水 总重量是多少? 九十 水的总重量叫做? 九十 其中氢原子 占了十公克 氧占了 八十公克 所以 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在讲 我们制造水的过程 的定比定律 氢比氧比水 就是一比八比九 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我们前面的定比 回过头来讲到化合物里面 原素的重量分配 它还是什么? 定比 对 还是定比 OK吗? 可是质量比跟 末数比 会不会一样? 会不会一样? 不会 OK吗? 所以记住质量比是质量比 末数比是末数比 只是质量比呢 刚好是什么呢? 末数比 末数比 刚好是 化学室里面 原子之间的比 1 OK吗? 所以氢比1 2比1 OK吗? 所以这里才会是 10比5 对吧? 所以一个水 会有两个氢一个氧 所以水跟氢跟氧的比例 就是1比2比1 所以就是5比10比5 OK吗? 像这里 是各位真正考试时候 会看到的样子 考试时候真正会看到的样子 大概是讲这种样子的题目 只是挖空的地方 会挖空在哪里? 不知道 所以呢 除非你有很细统的知道它的长相是什么 不然呢 通常一开始学 一混淆 它就乱掉了 OK吗? 所以为了不要让各位混淆 我在后面放这个东西 所以来 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填控 就是一个填控 它就只是一个填控的东西而已 所以呢 我带你们写一次 这个很快就会了 因为它其实还是 比与比利式的问题而已 好 来 那 在这里 同一组颜色的是 什么呢? 同一组颜色的是 同一组的题目 OK吗? 好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先给你们一些基本的东西 碳原子原子量是 12 氧原子原子量是 16 所以二氧化氧分子量 应该就是 44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水分子 18 氧只有1 氧只有16 再来 酒精是16 碳氏 12 氢是1 氧是16 好 所以到这里 OK吗? 好 来 在这里 先听必然 有没有发现 这里空下两个字 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数字而已 对吧 对不对 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数字 对吧 神经比哦 别急着操 这个东西我不会操 别急着操 先仔细听就好 来 第一个 我这样子化氧有什么呢? 二氧化碳 几末 五末 所以一个二氧化碳 会有一个碳两个氧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二氧化碳 有一个碳两个氧 比例上就是 1比1 1比1 1比2 对不对 所以 来 它的个数比呢 是 个数1 1比1 比2 所以个数的比例就是什么呢? 所以 如果今天它有 五末的二氧化碳 它就应该会有几末的碳 就会有五末的碳 就会有五末的碳 就会有几末的碳 就会有十末的碳 所以五末的二氧化碳 应该是几公克? 有没有发现 末末素 这里是分子量 所以 5乘44 所以就会有 220公克的二氧化碳 对不对 再来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下面这里 碳原子 五末的碳原子 应该会有几公克? 60 就会有60公克 再来 石末的氧原子 就会有 160公克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两个加起来 刚好会等于上面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质量比就是什么 3 比 8 比 11 对不对 之前在讲二氧化碳的时候 有印象吗? 二氧化碳的电比是3 比8比11 对不对 OK吗? 好 好 所以直接下来再来看质数 那质数怎么求? 那质数怎么求? 质数五末就有几个? 3 3 4 4 所以五末管理是什么东西? 就有几个? 3 3 4 4 再来下面 10末就会有几个?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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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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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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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所以接下來就會了 所以會有幾mol的氫 幾mol的氫 1比2比1 10比20比10 所以20mol的氫就會有幾公克 20mol的氫原子會有幾公克 氫的原子量1而已 所以1是什麼意思 20mol就有幾公克 20mol 再來石墨的氧原子有幾公克 160mol 所以便算一下就知道 160mol加20等於180mol 對不對 OK了 所以回過頭來講這裡 所以石墨就有幾個呢 6乘10到24 這裡呢 20mol就有1.2 10到25 再來就是6乘10到24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好 來 所以我剛剛都是給你一個化合物對不對 來 直接來看下面這一頂 下面這一頂呢 就有一個單頂 1個人幾隻腳 1個人2隻腳 所以當你看到10隻腳的時候實際上是幾個呢 1個酒精幾個碳 1個酒精2個碳 1個酒精2個碳 所以當你看到10個碳的時候實際上會有幾個酒精 5個酒精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把比例找出來 1個酒精總共會有幾個碳 2個碳 幾個碳 6個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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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碳 1個碳 好 所以呢 我直接告訴你有幾個碳 所以麻煩你們把剩下11格填碼 好 來 那呢 我們呢 來看一下這裡 那呢 像這裡呢它比較困難 為什麼困難呢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人幾隻腳的概念 一個人 有兩隻腳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1個酒精有幾個碳 兩個碳 幾個氫 6個氫 幾個氧 一個氧 所以它的個數的比例少 是1比2比6比1 對不對 可是呢 這裡它只給你碳原子的質量 對吧 所以記住了 化學計算先求 所以回過頭來 推過來看 120公克的碳 就是吉莫爾的碳 所以120歲時候就是石墨的碳 所以呢 在這裡石墨的碳 究竟有什麼 記住 墨數比就是什麼比 就是個數比嗎 也是原子的個數比嗎 對不對 所以 1比2的多少比10 5 1比2比6比1 等於5比10比30 30比5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就簡單了 5墨爾的酒精幾公克 質量乘以分子量 質量 好 跟 5墨爾的酒精幾公克 來 就是墨爾數乘以分子量 所以就是230公克 再來石墨爾的碳 120他已經求了 再來30墨爾的氫原子幾公克 30 就只有30公克 因為氫的原子量是1 OK嗎 再來5墨爾的氫原子 80 80公克 所以你在這裡就可以驗算一下 80 30 120加起來剛好等於230 對不對 OK嗎 好 再來 那5墨爾的酒精幾公克 就是3乘10的24 10墨爾呢 6乘10的24次方克 30墨爾呢 1.8乘以10的 2.8乘以10的24次方克 再來5墨爾呢 4乘以10的24次方克 3乘以10的24次方克 3乘以10的24次方克 OK嗎 好 這裡沒問題嗎 沒問題嗎 沒問題嗎 好 所以我剛剛看你們好像已經把下面的 也寫掉了 對不對 其他的 所以記住 這個東西叫做瘤酸 1個瘤酸跟2個氨根的結合 對不對 所以1個瘤酸 裡面會有幾個氮 會有2個氮 8個氫 1個硫 跟4個氧 對吧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 氮的原子量 14 氫的原子量只有1 1 柳的原子量是32 氧的原子量只有多少呢 只有16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這裡呢 你知道你知道之後 再來 那瘤酸氨 他的分子量應該是多少嗎 好 36再加96 所以是多少 36 36加9 132 對 132 對 132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分子量 132 可是這裡 有沒有給你質量 沒有 只有給你什麼 個數 只有給你個數 哇 那吃給個數怎麼辦 個數嗎 一樣算吧 先求 墨 所以3乘以10的24次方格 就是幾墨 5墨 就是 5墨 所以在這裡 1比2等於多少比5 是不是就是2.5比5 對不對 再來 2比8等於5比5 多少 5比 20 20 對不對 再來這裡也是2.5 2.5 這裡就是10 所以統統求出來 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 一樣先求質量好了 好 所以 2.5墨的 牛酸彈 幾公克 2.5乘 132 所以幾公克 所以就等於330公克 所以5墨的蛋幾公克 710 因為5乘4 710 710 所以這裡 20 下面這裡呢 80 下面這裡 1 6 0 所以 710 20 80 16 你合起來 剛好 330 對不對 所以 你只要整天算 就不會錯 對吧 所以接下來 再來 求個數 所以2.5墨會是幾個 會是5墨的一半 對不對 所以 記住 有些時候 我們不用那麼硬算 一定叫2.5乘以6 乘以10 23次房 太難算了 我有5墨 2.5是他的一半 所以就是 1.5乘以10 14 這是他的 幾倍 4倍 4倍就是 1.5乘以10 25 再來 1.5乘以10 24 這個2倍 6乘以10 24 結束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你看還好 OK嗎 所以 像這裡 他的長相 就這樣子 所以 回過頭來 我們說 像這種題目 實際上 是我們 出填通題的時候 會出的題目 我們出填通題會出的題目 我們出填通題會出的題目 而真正在選擇題的時候 我們呢 會看見到這種東西 所以小心喔 選擇題他的問法呢 其實 題目就會問得很多 所以 來看一下 第一題 0.5乘的水 就會有什麼 極乘的氫 會有一磨的氫 極乘的氧 0.5 總原子數極乘 一個水分子有三個原子 所以總原子數應該是三倍 對不對 所以這裡應該是 1.5 所以剛有的分子數極乘 1.5 對吧 所以第一題只有什麼可以選 只有1 可以選 對不對 OK嗎 這一題只有B 可以選 再來 那項第二題 1.5乘的氫氣 就是幾個氫氣 所以你看 1乘的半個數太簡單了 6乘10 6乘10 23次 對不對 再來 那麼 1.5乘的氫 跟2.5乘的氧 哪一個分子數多 都是銀墨,所以都是幾個? 12X10的23次方,所以一樣多 可是誰比較重? 癢 癢比較重,因為癢的分子量比較大 所以銀墨的時候癢會比較重一點 OK嗎? 再來 像第四題,這一種也一樣 22公克的二氧化碳,首先先知道 二氧化碳會給你原子量,對不對? 所以二氧化碳分子量就是 44 所以二氧化碳分子量44,代表什麼呢? 22公克就有幾磨爾呢? 就有0.5磨爾 所以呢,會有幾個分子呢? 會有3乘以10的23次方的分子 會有幾個氧原子呢? 0.5磨爾,所以二氧化碳是CO2 所以它會有6乘以10的23次方的氧原子 OK嗎? 因為它要有0.5磨爾的二氧化碳 它應該要有0.5磨爾的碳跟1磨爾的氧 所以這裡是6乘以10的23次方 對不對? 所以總共幾個碳? 總共是3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總共幾個原子 9乘以10的23次方的原子 對不對? 所以只用豬來選 OK嗎? 所以為什麼前面要花那麼多時間 教各位去填那些格子啊 然後呢,去算一下一隻蟑螂 6隻腳一末的蟑螂疾末的 這種鬼東西 實際上就是為了要各位在後面這一邊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些東西到底我們應該怎麼算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節目 你腦子裡面馬上就可以想到 我們剛剛寫的那個表情的話 你寫這種節目是不是就很快 對不對? 你就跟在那邊算來算去 OK嗎? 所以來第二題來 我們自己寫看看 好不好? 第五題、第二題 我們自己寫看看 好嗎? 好嗎? 一看就知道 兩末耳的二氧化碳會有兩末耳的碳4末耳的氧 對不對? 所以轉到六末耳的原子 所以只有一個答案可以選擇 C 對不對 好 再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像第六題 第六題這個又更難一點點 它說下列個物質哪一個的氧原子數是螢幕爾 哇好難算 來不過沒關係 A選項 它說180公克的葡萄塔 葡萄塔分子量180 所以這個指的是什麼 化學計算先求木偶 所以它只能就是銀幕爾的葡萄塔 所以銀幕爾的葡萄塔會有幾末的氧 會有六末的氧 會有六末的氧 所以第一個A選項呢 它會幾末 它這一個實際上會有六末 再來 四十四公克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優度 所以四十四公克 欸剛好也是銀幕爾 所以銀幕爾的二氧化碳 應該會有 兩末的氧 再來三十六公克的水 三十六公克的水 三十六公克的水 剛好是 兩末的水 所以兩末的水 也會有 兩末的氧 對不對 再來十六公克的氧氣 十六公克的氧氣 等於 0.5末的氧氣 對吧 可是 0.5末的氧氣 因為它的氧要用掉兩個 所以它實際上 0.5末的氧氣 會等於 0.5末的氧原子 所以只有誰是對的 這種豬 是對的 所以到這裡